因为疫情许多计划在今年完成终身大事的新人 无法完成愿望 连拍个婚纱照都要担心是否会违反疫情规定 不只新人无奈 不知道等到何时才能艳客结婚 联婚物公司也苦笑表示 虽然疫情间没了婚礼 但光要调整上百对新人婚期 也搞得他们十分忙碌 虽然现今结婚可简单到护证事务所完成 但对于族人来说 结婚仍有许多礼俗不得简化 家里长辈也坚持就算是疫情 传统习俗也不能被省略 我们就是泰雅族的文化就是属于半婚礼 就是要杀猪嘛 然后本来是说要杀猪跟吃风味餐 可是也是因为疫情的方式 而导致就是杀猪跟风味餐 就是也是要延期 就是像南方他们很比较传统 他们会希望说 这个传统一次可以先 就是先把这个传统仪式完成 然后婚宴的部分 等疫情稳定之后再补办这样 疫情导致许多计划泡汤 许多原民新人们应要符合传统礼俗 不得不将婚企一言再言 他们只希望疫情能尽早过去 让原本该进行的婚礼能顺利举办 原生新闻Lavalz-Bazak 台北市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